三代队的4号加瓦德把球调到中国队的进去 三代队打门 守门员李不胜 上来一扑 把这个球扑出了底线 这个球打的力量很大 三代足球队过在上半场比赛以来的第一个角球 角球发在门前 三代队又打紧 守门员李不胜把球按住了 三代足球队刚才这个投球是顶进了球门 守门员李不胜按到这个球的时候 球已经进了球门线 现在三代足球队首开记录 1比0 这是在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九分多钟的时候 三代足球队首开记录 四个投球队在中场开球以后把球直接送到前场 在中队整个打门 球弹了下来 四号加瓦德把球直接往前面踢 九号迈迪 三代足球队的二手迈金德又攻中了一个球 场上的比分是2比0 从这一段的比赛来看 如果这样打下去 还是有希望的 打门 被守门员把球扑上去了 到了前面以后我们看到 光剑的队员在折球以前 刹子的队员把球先踢ché了边线 球直接支到今天 然后再亏权 打开 中国足球队的八二所说声 光弄了一个球 场上观众的情绪也出现了高潮 印度洋上面的冲进卫星 把电视观众和收音机的听众和现场紧紧的连在一起 当中国足球队攻中这个球的时候 场上的观众是热烈的欢呼 电视机旁的观众和收音机旁的听众也一定会为之一快 球到了前面 这时候裁判员鸣敌 是 刹车队的队员防守犯规 二大圈一场把球突然过到右路 很重 球到了门前 把球再停 停了 中文足球队的十一号陈进章 利用投球再次破门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二比二平 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 杀掉足球队联系了公众两个球 下半场比赛中国足球队也同样回敬了两个球 中文足球射飞 二大圈一荣把球制造界内 八号左树生把球再回散给二十号陈一荣 在小齐的附近 把球直接掉到球员前面 打开 中文足球队要攻入一个球 产生的比分三比二 中文足球队领先 六号黄晓东没有抢到这个球的落点 被沙特队把球抢住了 现在沙特队二十号在中场控制球 二十号陈一荣也把球断了下来 陈一荣把球转移到右边 十五号古网明在准备过人 然后在第二个新车里面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没有抢到 十八号隆智航在准备破人 发生全球大分 中文足球队又得一分 产生的比分四比二 最后宫中的这个球裁判员名笔 说是越位了 现在传的比分还是三比二 刚才这个球是出到了对方的 肺炎身上以后 飞出了底线 中国足球队在前场 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